新北市中和两岁又同恩恩不幸离世事件引起各界关注 近日前恩恩霸前往新北市消防局听取录音档 却被踢爆消防局竟然现场模拟重演给恩恩霸看 是会一片哗然 如今卓冠亭经过逼对通联资料内容 又发现卫生局以及医院的通联记录 还有许多细节阻挡透露给恩恩霸知道 包括消防局尝试了15分钟以上才联系上卫生局 而卫生局经过将近半小时才协调到医院 其间恩霸恩妈极度告知恩恩严重的情况 事隔81分钟之后 救护车才抵达恩恩家 卓冠亭质疑这些横向联系的处置流程 甚至是医疗量能的协调 都可能在这些通话当中被还原出来 事关重大 而他也质疑侯市府要将恩恩案移送司法调查 是为了盖牌 未来可能会以侦查不公开为由 拒绝向人民提供公开资讯 呼吁新北市府收起政治意图 好好面对想要知道真相的家属 而继网红四茶毛提报新北市地震公务员 上班时间上PTT骂人之后 新北市议员李昆成也揭露 至少有两个新北市府的公务员 在上班期间一样到PTT上发文骂恩恩爸 除了表示难道恩恩爸自己很无辜吗 还恶意批评他恶心 当上立委在质询了是不是等等的话语 李昆成呼吁新北市府要出面讲清楚 并且给予惩处 把上班时间从事带风向的害群之马给揪出来 恩恩一案延烧 今天行政院长苏仁昌接受访问时表示 1922是全国性的咨询专线 家属希望知道的相关资料 都有要求指挥中心在24小时内 整理好提供给家属知道全貌 他也说地方消防局以及卫生局 如何回应家属横向联系等相关资料 如果能够清楚提供 也能让真相大白 记者吴宇晨整理报道